姚兄 这你再客气了 把项目交给你啊 我放心 你这为人踏实肯干 何乐而不为呢 踏实认真的人多了 可是你把项目交给我了 您可以打公公司 我不能装得不懂事 职场官场生意场 常常都是江湖 要想在这个江湖混出名堂 你就必须懂事 什么叫懂事 尊重利益尊重人性就是懂事 前半夜替自己想 后半夜替别人想就是懂事 别人觉得何乐而不为 你就必须认定何德何能 别人对你放心 你就必须对得起这份信任 总之要懂得感恩 但这份感恩包括 但并不限于将这个项目做好 给你项目你要感谢 哪怕你是凭着自身实力 争取到的项目 项目进行你要感谢 因为这个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 项目结束你更要感谢 永远都别把生意做成一锤子买卖 有舍才有德 大舍才能大德 这一次懂事了 才会有下一次 每一次都懂事 才会有长长久久 源源不断 别说什么最后还是进去了 别说什么良心不安 道德谴责 更别动则上岗上线 他这样做 所以他的事情办成了 我们再来看下另外一个场景 老妹干几年了 16岁就开始干了 哎呦我一看 老妹这胳膊挺白呀 小队长你看啊 这是合同 请客吃饭 洗脚桑拿 生意厂商的正常表现 但这个过程需要纯粹 需要干干净净 脚桌不是用来谈事的 只是用来拉近关系 关系到位一切好说 浴池更不是用来谈事的 只能用来一块研究小白兔 一块干了坏事 啥事都不叫事 所以周炳坤把合同递给肖科长 肖科长只会拿来删锋 原因很简单 你不满足我 我怎么可能满足你 哎呀老妹这手法 都跟老师众似的 哎呀对就这块有点割脚 好好休息一会 哎呀 哎妈对不起对不起 藏血了 我给你弄点药去吧 哎呀不用不用 老妹胳膊疼 你这干啥 周炳坤做错了吗 保护乔春艳当然没错 但你不了解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 不懂得生意厂商的潜规则 你就贸然带人家前往玉池 这就是你的错 你没这样想 但这个行为会让别人认为 你就是这个意思 怨不得别人误会 等到误会出现 你再大意凌然 你说怪谁 不用想 肖科长肯定生气了 干啥呀炳坤呢 这大老远给我整过来 就洗个澡 修个酒 就完事了 那你想干啥 就这个 还想牵颗头 都说你们加油厂效益不好 我看到 咋我那黄 洗个澡 修个脚 当然不能完事 就算研究了小白兔 就算替对方研究了固定的小白兔 还不能完事 该有的感谢 一分不能少 该有的提成 一分不能缺 逢年过节 该有的走访 一次都不能间隔 还想干啥 归根到底就两个事 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 能满足就能签合同 满足不了 合同就只能拿来删锋 现实如此 人性如此 社会已然这副模样 你可以看不惯 但你必须遵照实行 然后就没有了然后 周炳坤就只能改行 和周炳坤不同 骆士兵就深谷相互亏据 更懂得尊重利益和人性 姚兄 这你再客气了 把项目交给你啊 我放心 你这为人踏实肯干 何乐而不为呢 踏实认真的人多了 可是你把项目交给我了 您可以打工公司 我不能装的不懂事 我跟你说实话 这个项目 如果顺利的话 纯利润至少一千万 这才多少啊 如果顺利的话 咱俩搬对吧 这不行 我分三四个 一 二 二 小焦 不多说了 上车 好 那先这么着 没人和钱有仇 没人能抵得过人性 你别管对方是虚伪还是真心 事前一提包 事后分一半 什么事情还能算得上事情 请注意骆士兵反复强调的一句话 如果顺利的话 这些董事的表现都是为了什么 都是为了把这个如果去掉 只剩下顺利 所以你觉得骆士兵傻吗 顺利了能挣一半 不顺利一分挣不到 所以你说要不要懂事呢 这些董事兵傻吗 是因为想要不顺利的一种 这些董事兵傻